哈囉各位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中華民國112年的1月8日星期天 那之前呢 和兄送了我三顆 肯布卡樹葡萄 就是鏡頭前面這一顆 其中一顆 那他送我三顆這個苗 那我那時候呢 試著把其中一顆拿來地址 那都沒有去照顧他 只有在旁邊立一個支柱讓別人 讓人不會去踩到他而已 那經過了今年的寒流 還有強風的一個摧殘 發現肯布卡好像不是很害怕這個寒流的危害 那反倒是我們留了兩顆在原子裡面的 黑卵盆盆子 這是其中一顆 反倒是這個黑卵盆盆子我們還留兩顆 避免說三顆全部種下去之後都會死掉 結果我們兩顆盆子的這個黑卵盆盆子 其中有一顆死掉了 所以目前呢 剩下這兩顆 那這兩顆呢 照這觀察下來 你看他的盆子的這個主幹還蠻細的 那麼看一下這個地質下來的這一顆主幹 已經蠻粗的 已經有點粗度出來了 而且還蠻健壯的 所以我今天決定呢 再把還有存活的這一顆 也拿到原子這邊來做地質 那看明年可不可以 一樣可以長的粗一點 那肯布卡樹葡萄呢 它十升秒啦 我想應該要種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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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才會開花結果啦 不過呢 現在不種下去 就沒有所謂的等待了 只有種下去才會有等待 所以我還是要把它種下去 那期望剩下這兩顆肯布卡呢 在我們新淵區裡面呢 未來的發展能夠一片光明 早日讓我們看到它開花結果的樣子 那之前還有一顆夏威齁 在種在那個原子前頭的那邊 那因為可能氣候適應不良 沒有辦法像肯布卡這麼的OK啦 所以那顆夏威真的很抱歉 何兄我把夏威照顧死掉了 那沒關係 我們四地四種 反正我們種下去之後 能活的它就會活 那真的是氣候沒辦法的 那我們也勉強不來齁 就好像是我現在還在 還在盼望中的那個流連一樣 目前還是沒有辦法突破 在我們雲泥現在 在這邊 好現在就把這一顆呢 帶過去做一個地質 我們在前頭那邊 後面那邊齁 找了個位置 剛剛已經稍微尋覓到一個位置 準備把它種下去 那附近有一顆樹葡萄 是那個 一般的樹葡萄 那因為它好像長得不是很好 反倒是一般樹葡萄在這邊長得不好 好看一下 我準備把它種在這個位置 這裡 那這裡有一顆樹葡萄 哇 葉子都已經掉光了 齁 長得不好 適應不良 奇怪 不知道 為什麼 那上面那些白白的那個是鳥 鳥大便 鳥在那邊棲息之後大便下來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種在這個位置 好 我現在就種完之後再跟各位做分享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把它種下去了 種到我們這個位置 那種下去的樣子是這樣 看起來很像是一棵小雜樹 齁 所以非常非常危險 因此呢 我一樣齁 幫它立個蜘蛛 立個明顯的蜘蛛在這邊 齁 讓別人經過的時候不會踩到它 好 就幫它立這隻蜘蛛在旁邊 好 立在 好 這裡好了 YES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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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高一點 拿個明顯一點 好 這樣立個蜘蛛我想 應該就不會被踩到了 齁 這樣如果再被踩到也沒辦法 好 希望這一顆肯布卡樹葡萄 一樣齁 在我們新年區這邊 能夠趕快的 適應環境 然後快快長大 好 看 我們開始在紀錄了齁 看多久 它還會才會開花結果 所以今天是 中華米果112年的 1月8日 星期六 齁 從現在開始紀錄起 好 看它多久開始會 開花結果 好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